这个女人被称为蒙古最强悍皇后 她执掌蒙古族十多年 在33岁那年下嫁七岁之孙 七年时间里先后生了八个孩子 她便是传奇皇后满都海 公元448年的秋天 那蒙古大草原上出现了一片热闹景象 只见牧民们在歌载舞 像是在庆祝一件什么事 原来他们丞相的女儿在这一天出生了 丞相给她取名满都海 寓意繁荣昌盛 满都海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女孩 从小就接受精心的教育 起码射箭样样都会 15岁的满都海嫁给了成吉思汉第十二十孙 他们的婚后生活过得十分幸福 两人还生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只可惜幸福的日子没有持续很久 仅仅过了四年时间 满都鲁就被茄加斯兰设计害死 富汉八页蒙克也被他给害死 可满都鲁没有儿子 汉卫该由谁来继承呢 当时整个部落都陷入了慌乱 而且在蒙古社会 新大汉坐上汉位以后要迎娶救大汉的妻子 这是一个传统习俗 不过满都鲁的情况比较特殊 由于他没有儿子 那就意味着没有直接继承人可以成为新的大汉 而且外星人也不可能成为大汉 这使得大汉的地位变得更加复杂 在这个关键时刻 满都海必须要做出决定 而他的决定说不定会影响到蒙古的未来 于是他开始寻找流浪在外的继承人 最后终于找到了富汉的遗孤巴图梦克 只是巴图蒙克才七岁 根本就无法执政 而且他一旦要坐上汉位 将要迎娶满都海 要知道这两人的年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从辈分来看 巴图蒙克都可以叫满都海祖母 不过满都海还是决定牺牲自己 嫁给这个七岁的侄孙巴图蒙克 以确保蒙古的未来 朕数月前曾梦见先王 先王伤改 大王孤单 缺少必保 故与朕入梦 孕育子嗣 三十三岁静下架 七岁曾孙 蒙古最强汉皇后 后期年生八个孩子 后来在满都海的支持下 小小的巴图蒙克成功登上汉位 被尊称为达掩汉 巴图蒙克继位后 都是由满都海处理国家政务 他改革军队将忠诚的部落纳入嫡系 而在解决了捍卫问题以后 满都海还决定再执行一项计划 他决定统一蒙古各个部落 以稳固国家权力 他的第一次战役 是与魏拉特部的激烈冲突 魏拉特部是蒙古各部引起麻烦的意志 他总是挑起战争 于是满都海亲自率军去讨伐魏拉特部 还带上了达掩汉 可没有想到战斗比他想象的还要残酷 因为满都海不仅要和敌人搏斗 还要照顾剑囊里的达掩汉 在战斗的过程中还失去了头盔 可以说十分危险 不过虽然战斗困难重重 但最终他们还是战胜了魏拉特部 解决了魏拉特部以后 满都海又决定去解决 谋害他先夫的凶手茄加斯兰 不过这一次他决定采取智取之策 他派遣大臣阿格拉乎 前往茄加斯兰驻地假装投降 随后又率军赶往 准备消灭茄加斯兰 倒击军马 只可惜太迟了 满都海已经包围了他的大营 面对这样的局势 茄加斯兰决定丢亏弃甲逃命 不过满都海的大军一直在追赶他 最终成功捉拿茄加斯兰 对他处以了践刑 不过虽然茄加斯兰被铲除 但他的弟弟伊斯玛因还在图谋不轨 这也成为了蒙古更大的隐患 1483年 满都海再次率军和伊斯玛因展开战斗 这场战斗非常残酷 但满都海还是获得了胜利 最后还将茄加斯兰和伊斯玛因的部队 纳入自己控制下 这也使得令我们了解了一个女性 有多么的强大 在我们的世界里 都要铭记这些伟大的女性